别人 去哪儿去 快点啊 来 麻红姑娘 正说要去看你呢 你倒自己长上来了 别还着急 童儿爷 请你们让一下 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跟妹妹 到戏园子看戏去 你干什么 戏园子有什么好看的 走 跟爷走 关宝比你去戏园子好玩 我不去 你放开 你放手啊 正 你能争开老爷就放了你 你赶快放手 要不然我们就喊人了 喊 最好有高低音长短距的喊 你童爷当戏听 我说妹妹 你还不知道你童爷 在北平四九城的厉害吧 要是有人敢英勞 上来打包不平 也就放了你们 来 快点来人哪 来人哪 放手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我让你带上天儿去西院瞧瞧 耽误工夫 多忙啊 你看你 怎么回事啊 走走走走走走 走 走 二爷 不小心 你怎么干什么这是 别别别 兄弟 我们来 兄弟啊 兄弟啊 兄弟 没事吧 好 各位爷爷爷爷 各位爷 各位爷爷 耽误你们事儿了啊 小狗林他们不躲事儿 二爷 给我个面子 别跟他们一样的 给你面子 你算老几爷给你面子 怎么哪儿全都有你啊 二爷 我不是怕耽误您的事儿 耽误您的功夫吗 耽误不耽误爷说了算 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对对对 二爷教训的事儿 得嘞 我还弄错了 我给您教诲了啊 二爷 等等啊 但 又他妈让这小子坏了 爷的好事儿 二爷 他跑过来了 跑的了和人 跑不了没有 孙家不是还在吗 走 去孙家 爷今儿好好的 招待招待他们 走 是 二爷 走 走 小喜子 喜子 小喜子 喜子 爹 爹 马虎 怎么才过来呀 路上遇到童儿你帮人了 怎么了 为难你们了 没有 就是问了两句话 后来今天过来就让我们走了 赶紧给您爹说几句话吧 他就要走了 孙先生 徐老板 你们屋里说话吧 快点 都给我搜紫星了 我搜 快点 快点 过去 别别别 别别别 快点 快点 好 侯爷 都不在 就这小子 笨蛋 去哪儿了 去 去金家看看有没有人 好 爷 金家没人 今儿金家孙家都没人 说是看戏买灯油的一块儿走的 又 брос了 去哪儿了 这是 是 不知道 不知道 去哪儿了 是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吧 我让你说不知道 你说你不知道是吧 打 打 谁啊 打到他说为止 打 李子 别打 别打 都到齐了吗 都到齐了 老爷 花城他们是去见孙鹤鹏的 这小子在这儿是个谎 我们重心严育 一兵成续 不知道 我再问你一遍 孙鹤鹏在哪儿 不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给我使点劲 是 不知道 不知道 今天这小子在南没有个朋友 叫冯小子 是挂藏着的 他们是在天桥认识的 还有这么一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孙鹤鹏被青叠藏到冯婷家了 那个叫冯婷的 他们家住哪儿啊 你知道吗 知道啊 二爷啊 四九城就没有求粮不到的地方 去冯婷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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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走 累死马虎子了 知道 不知道 上次给你万花筒还在吗 在呢 没事我就拿出来瞧瞧 看不得你好吧 那是我用老祖宗传来的三贴膏药 我也换了 三贴呀 去 不就是狗皮膏药吗 还带里玩什么的 人家拿万花筒啊 换你那个狗皮膏药 连哥们捡着都亏大发了 怎么是他亏大发了呢 因为你卖的都是假药啊 不知道 凤鸣 怎么了 怎么了 谁本能打成这样的 大川哥 快去 通告他们 你别着急 慢慢说 大川哥 我师父 都带风夕家 通告他们已经知道了 终于找我师父 你快去救我师父 那你呢 别帮我 我没事 咱们就来不及了 好好好 快去 我马上回来啊 快去 我马上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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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救我师父 快去救我师父